美國微軟公司說正在繼續推動收購中國抖音國際版TikTok的談判 這個預計高達500多億美元的巨額交易一旦達成 可能會重數社交媒體的行業 進一步加劇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 微軟在星期日正式宣布有意收購TikTok的美國業務 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可以暫時不封殺這家中國短視頻應用程式公司在美國的業務 令這家公司和微軟公司在45天內完成收購的談判 計劃中的拼購對象是TikTok在美國的業務 路透社說TikTok在美國擁有一億用戶 拼購完成後微軟終會獲得一個罕見的機會 成為社交媒體面書等強而有力的挑戰者 微軟在星期日還說爭取在9月15日前完成談判 微軟還說交易談判還涉及TikTok在加拿大、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業務 中國方面在星期日說堅決反對美國對中國軟件公司採取的任何行動 為各國市場主體在美投資經營提供開放、公平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呼籲美方 為各國市場主體在美國投資經營提供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性的營商環境 停止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停止濫用國家安全概念 推行歧視排他的政策